这个是灵通西城 前年还不知哪一年 去年前年2020年的时候冬圈的 现在都走了 他这个上次我们也有一个视频拍过的 他就是上次来过的时候 他说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改造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那个 这里这里就是那个通灵西村 已经都走光了 估计就是都走了 这里算洪口区的 我们今天来到了那个 这条是大连路 大连路就是洪口区跟阳谱区的那个交界的地方 往东面的就是东外滩 现在说的东外滩 往西面的那个叫北外滩 现在还搞不清楚 东外滩 东外滩是阳谱区的 北外滩是洪口区的 这两个区的有一条那个 街道啊就是那个大连路 洪口区啊 洪口区刚刚骑车骑过来的时候 在大连路上还是 空的 就是洞迁了以后的那种房子 空下来的挺多的 就是房子居民走了 就是房子也没拆掉 也没弄掉 就是也没有人 这个老房子也没拆掉 就这样 就算说的 说的好听一点 就算茅地吧 茅地还是没有成熟的那种地吧 现在前几年跑到阳谱区来看一下 好像好多老房子 拆洞圈了以后 房子也没拆 现在今天来看一下 房子基本上都拆 拆完了 你看 右面呢 从前这里都是老房子 现在估计就都洞圈掉了 洞圈走了 这条是平良路啊 平良路从大 从那个同龄路开始吧 从大连路开始说的 从同龄路开始 到那个 军公路的 一条马路 现在阳谱区的 你看 房子都拆 拆完了都 首先第一个 大家原谅一下啊 原谅什么 我这个说话 文化水平比较低 一句话 有时候我老师会重复重复 重复个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因为文化水平低呀 呃 思路也不是这么像 呃 文化素质 涵养高的那种 呃 他们那个主播啊什么 估计没有像这么 呃 他们那个说的好 呃 这些东西都拆掉啊 这里大部分的都拆掉了 这里大部分的都拆掉了 左边的那个还有一点 房子没拆掉 右边的已经大部分 现在这条平良路上 基本上没有人了 都是洞圈洞圈走了以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的 你看像左边的 右边的 也是通北路 都没人了 人都走光了 都走完了 再有一个那个 呃 我就觉得还是一件好事情 是吧 呃 播放量太高 我这个 说的难听点的话 呃 我单位有一个同事啊 说我这个人 挺激进的 挺反动的 哦 我虽然不是这么认为 但是人家的对我的那个 观点都是这样 现在在国内的 呃 不管哪个频道 哪个 呃 平台啊 反对的声音啊 批评的声音啊 我觉得都基本上都 弄得 消失的差不多了 哭泣没有 哭泣就是这种 反对的视频都 不会再出来了 呃 你想要再找一下 或者再想一 估计好多平台都没有 最近一段时间 最近一段时间我那个 呃 我那个好像一个抖音 好像还上面还会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呃 但是我 上次我把抖音卸掉了以后 再安装了一下 他就是好像这个 说我这个呃 号码 不对 就是就后来就没安装 没安装抖音 本来在抖音上还看到一点 有一点那种微弱的那个 意见的声音吧 现在 在评的别的平台上我都看不见 现在我就用有时候用 哔哩哔哩看看那种短视频啊 我基本上就是看不到 呃 在国内媒体上基本上是都 呃 平台上面基本上都没有了 呃 现在我就觉得以后 呃 慢慢的会延伸到 国外的那种媒体上吧 批评的太多啊批评的太多 他肯定是想要了你消声的 但是因为你这个人嘛 人已经在国外的 他就没办法 是吧 呃 人在国外的他会 让你的家人啊 如果你又在国内的那种家人啊 或者亲戚啊 或者朋友他会呢 这种亲戚朋友来劝你 劝你笑声 但是 抓换的抓换的 家人要 但是你没有那个 呃 人是在国外 国内也没什么亲戚 都是远房八清的 都是不大人是的 呃 或者朋友啊 或者自己啊 基本上都没有了 他就没有办法来控制那个 你或者消 或者让你闭嘴 就是 我就觉得最危险的最危险的 就像我这种人 呃 生在国内 呃 这个身体还在国内 呃 又想发出这种 呃 这种意见的 批评的 抵制的那种声音吧 我就觉得 会越来越难 如果你在流量 播放量一高啊 节奏一带啊 或者点击率一多啊 那你肯定就死 离死差不多了 离死不远了 是吧 在有 在有那种 境外的那种 我们认为的那种 国内认为的那种反华势力啊 反对声音啊 嗯 反对声音 还有那个 就是 呃 有人举报啊 有这种 爱国的那种小粉红啊 五毛啊 把你举报了一下 那你肯定就是 太这个 死瞧瞧了 再有再有的话 我就是尽量发 发 发布那种 呃 说出那种 说出那种叫 客观事实 公正的那种 视频吧 我尽量 反正说 说的我 亲眼见到 亲耳听到 亲身经历的那种视频 不参 绝对 基本上不去参 参 参入那种虚假的 不实的声音 报道吧 我尽量做到 我 不是尽量做到 一定 争取做到 客观事实 理性的那种声音 哦 现在这个洋浦区啊 也搞得不错啊 这个江浦路 旁边有一个什么 码头啊 轮渡 轮渡码头 东方渔轮码头 哦 东方渔轮码头 现在这个洋 洋树浦路啊 上面还是不一样啊 弄得很不一样哦 洋树浦路 在这段路上 基本上 还一般般吧 但是过了前面的内环吧 过了前面的黄兴路啊 洋浦区的真的 下只脚的下只脚 洋浦区的下只脚 这里叫定海桥附近 那里应该有一个洋浦区的 洋浦区的那个 是区区中心区中心医院吧 那里还有个洋浦区公安局 还有个洋浦区的那栋什么楼啊 好像挺出名的 这条马路上面比较长啊 重建洋 从前这条洋树浦路啊 上面的车子车流量还是很大的啊 它是两根车道 来回两根车道 就是不宽 但是上面的车子很多的都是这种大卡车 所以说洋树浦路这种应该挺 在上海从前的应该算挺落后的 呃 但是 但是这条路上 车子基本上不大会走